搜封箱旅館每到連續假期都是遊客首選 不過今年中秋連假似乎比較起來 遊客少了兩成之多 業者表示說在疫情解封之後 很多遊客還是選擇出國 不過他們還是很期待 雙14天連假遊客可以回籠 花蓮有許多知名的景點 而搜封箱的旅館更是遊客來到花蓮的首選景區 當地業者就指出 今年的中秋連假因為邊境的開放 讓許多遊客都選擇出國 造成來到花蓮旅館的遊客量 銳減了兩成 往年大概也有八九成以上 所以今年弱很多 弱很多 有沒有大概什麼原因 可能去別的地方 像我們搜封有一個星巴克 可能他那邊開幕 可能那些遊客來到花蓮之後 可能就跑到星巴克去走一走 觀光一下 還有許多的親子遊家庭 是來到了旅館遊玩 不過對於近期開幕的度假飯店 遊湖景區造成同區域的發展 衝擊不少 所以他們今天想要來花城是不是 沒有 這必在他們住在搜尋 體驗一下 下午就要回去啦 當地業者希望花東縱骨管理處 能夠將鯉魚潭 潭溪碼頭進行改善工程 才能夠創造更新的旅遊發展 吸引遊客的到訪 希望是重管處這邊 已經在規劃這個碼頭 台溪碼頭 規劃好的話 我想遊客會再回到我們花蓮 這個旅潭來觀光 而且盼望說雙十國慶四天的連假 華蓮是好戰好水 也希望台灣的這個遊客 能夠到我們花蓮旅潭來觀光 記者臨結雙鋒箱財寶寶